汪俊 男嘉宾 你好 我是四号女生 就是你是一个 保护动物协会的什么 议员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们家现在是有狗狗吗 对 刚才V3里出现那条 小的那个澳洲梗 它就是当时我收养的一条狗 对 我是一个有狗狗情节的人 我想知道的就是 平时你的工作 其实是一个很严谨的工作 你的这样的工作日常 狗狗你平时会自己遛啊 还是说会怎么样 对 因为我自己住 所以狗狗一直都是我自己留 早晚 好的 谢谢 1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看你的VCR里面有说 因为你的职业的原因 就是过年过节不能陪伴家人 就是我想了解一下 你的工作跟一个家庭 就是陪爸爸妈妈或者是陪亲人 你是怎么一个平衡的呢 谢谢 这个问题也 确实它没有办法避免 就是因为在大家就是最放松的时候 出去玩呀 旅游呀 这种时间恰恰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这种没办法 对呀 所以就是这方面 我的家人也比较理解 而且再一个也是为了做好本质工作 为了旅客出行了生命财产安全 这个真的是要负责的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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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